有武漢肺炎確診者的地方 都差不多覆蓋全港 如果你真不幸成為密切接觸者 隨時便要面對14天隔離生活 先排有網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 他在火炭進陽村被隔離的經驗 那裏是三毛單位 沒有冷氣、雪櫃、洗衣機 最難頂的就是熱 雖然單位有風扇 但怕熱的最好自備多幾部 當然不介意的話大家還可以剝光珠散熱 因為單位是有窗簾遮住的 另外由於沒有洗衣機 所以這位網友提議大家 可以拿口膠袋用來洗衣服用 但其實直接拿膠筒可能更方便 至於食物方面 雖然沒有雪櫃 但勝在每天便有免費提供三餐服務 怕不夠食還可以WhatsApp聯絡中心 拿下物資包括杯麵、水、刺紙 甚至指定牌子的尿片和衛生巾都可以 至於上網方面 單位當然有WiFi 但網絡接收方面 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最好都是看電視打機解門便算 因為單位有電視可以連接到HDMI 遊戲機當然是自己拿起來 最後這位網友強調 隔離時心態最重要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千萬不要太多負面的情緒影響到小朋友 樂觀一點來看 就當是入訓練營體驗一下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我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請你們多多支持